您正在收听的是 废柴大叔讲故事 第166集 嗯 没错 刚刚好 不多不少 林凡将笔帽扣上 看了一眼辛苦的工人 兄弟们 进去喝点水吧 这都卸了一车的货了 累了吧 随车的老板笑着说 哎呀 好一心领了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林凡就摆了摆手 嗯 那就不留你们了 早点回去歇着吧 好嘞 老板答应着 招呼了一下 正在擦汗的工人 就在众人刚要走的时候 三辆奔驰商务车 朝着这边行驶过来 来到酒吧门口的时候 三辆车子同时停了下来 车子上面哗啦一下 下来了七八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的身体站得笔直 眼睛直视正前方 刚好看到林凡 身前的保镖想要上前 被他一摆手拦了下来 他自己走了上去 这位朋友 请问一下你是这家酒吧的人吗 林凡 转过身来 在他身上看了一眼 微微点头 嗯 想要喝酒 直接去里面就行了 林凡自然注意到了 他身后的几个黑衣保镖 可也没有在意 只要不惹事 来多少人自然也是欢迎的呀 中年人带着人直接走进去 林凡和卡车老板告别之后 也走了进去 只不过进去之后 就看到娟子一脸警惕地看着中年人 江玉莹的头埋在了娟子的身上 怎么回事 林凡走过来的时候 娟子凑到了林凡身边 他就是刚才那两个人的老板 那两个人是他派来的 嗯 林凡一转眼 将目光看向了中年人 眼中的怒火毫不掩饰 中年人就算见过大世面 可也不由得一阵恍惚 好可怕的眼神啊 好浓烈的杀鸡呀 如果没有推算错误的话 恐怕他的两个保镖 就是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打伤的 看到林凡眼神之中的杀鸡 越来越强烈 他连忙解释 小兄弟啊 你可别误会啊 我对这位美女一直都没有恶意的 我只不过让他们来查一下 这位美女身上的癌症是怎么消失的 没想到他们竟然敢擅作主张 想要将人带回去 中年人身后的保镖全都侧目 他们没想到 一直以冷酷铸成的少爷 竟然会对林凡认错 还主动地解释起来 林凡的嘴角带着冷笑 你以为我会信吗 中年人两手一摊 有些无奈 不管你信不信啊 这都是事实嘛 林凡说 我不管是不是误会 就算不是你的授意 那也是你的人 总之这就是你的责任 你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身后的保镖向前跨了两步 被中年人一眼瞪回去了 他看着林凡 兄弟啊 我父亲得了癌症 我想让我父亲活下去 所以才会这么做的 之前是我的人莽撞了 我在这里 给几位道歉 中年人说话的时候 向前跨了一步 身子低了下去 九十度鞠躬 两久才站了起来 林凡倒是饶有兴致地 看着中年人 倒是娟子对他一脸的警惕 看你这样子 在省城应该也算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吧 林凡朝着中年人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一幕倒是让娟子很扑解 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林凡 林凡对他笑了笑 哼 娟姐 没事的 他们这些人全部都加起来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就先带盈盈去玩吧 娟子知道这是男人的事情 他身为一个女人 还是不要开口的好 更何况 林凡心狠手辣的程度 他是见过的 他怎么也不会是一个 会吃亏的主啊 于是 他就拉着盈盈 向一边走去 盈盈一步三回头 最后忍不住喊了一声 叔叔 坏人要是欺负你 你就打他 在江玉盈的眼里面 林凡近乎无所不能的 林凡听完笑了笑 朝着他挥了挥手 盈盈说得对 对付坏人就得打他 你先去玩吧 江玉盈点了点头 这才和娟子两个人 直接离开了 一下子涌进来 这么多的黑衣人 酒吧里面喝酒的人 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有的人已经认出来了 中年人的身份了 诶 那个人我怎么越看 越像是谭家少爷呀 好像还真是他 谭海 他来这里做什么 不是吧 真是谭家少爷 刚才我看 他对着那个年轻人道歉 这应该不是谭海 你什么时候见过 谭少爷低过头啊 连错都不会认 更不要说道歉了 中年人听到众人的议论声 将目光转了过去 冷冷地在人群之中扫视一眼 原本正在议论的众人 顿时都闭上了嘴巴了 就这么转身的一瞬间 这时候才看清中年人的模样 其中有两个人瞪大了眼睛 张着嘴巴 嘴巴里面发出呜呜的声音 中年人只不过看了一眼 便转身就走 他身后的保镖 看了一眼人群 也跟了上去 这个时候 人群才开始松懈下来 震惊的那两个人 说话都结巴了 这真的是谭海 竟然是谭家少爷谭海 那这个年轻人是谁啊 竟然让谭海低头 这个人彻底被震撼到了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低头认错的谭家少爷 还是谭家少爷吗 最起码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呀 更重要的是 这可并不是普通的道歉 谭海九十度鞠躬认错 这是所有人都亲眼看见的 这比直接认一个错 可难多了呀 这人的这一句话 直接就炸锅了 竟然是真的 全部都在猜测着林凡的身份 林凡带着众人进了包间 对着中年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坐 林凡的神色轻松又自然 与刚才那杀鸡避现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一时之间 中年人都稍稍地愣了一下 他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呢 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神色就恢复如常了 伸出手来 谭海 不知道小兄弟贵心啊 林凡的手并没有去握他 他坐下来 林凡 谭海也没有介意 直接坐下来了 目光盯着林凡 那我就叫你林兄弟吧 随便 谭海沉寒一下 林兄弟啊 你将我叫到房间之中 应该是有什么话想要说吧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我吸耳恭听 那我可就直说了 你父亲的病 我可以治 林凡的话 无意在深海之中 放了一颗炸巨浪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喜欢的话帮主播分享一下 会有加根哦 感谢您的收听